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是所有有关的资料我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全部下载一口气就全部把它下下来 好 这个是A段的简谱 你点下去它音乐就出来了这样这一段 所以资料非常详细 然后再点到旁边的A段它是五线谱 五线谱的话当然是更是比较完整 它连左手都有 而且它这个音的话就是完完全整就是完完全全跟我弹的是一模一样 简谱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个我只是把大字重要的音写在上面 所以两种你都可以参考 那有些同学看五线谱不熟的话就看简谱 简谱当然是我现在是用西调写的 但实际上它的原调是降异调 目前我现在示范的是夜曲的B段 当然是你可以上下的拉动 想看影片释放或者是说这个 看这个上面的简谱啊五线谱啊 你都可以随时这样子拉动的来看 非常方便 它的好处就是以后你将来忘掉之后啊 你随时上去看 因为连我都会忘掉 所以我也是有时候要看一下的 那假如说你第一次买的话 你从来没买过嘛 第一次买的时候 你就在网页上面点进去啊 上面都有指标点进去 然后旁边有一个购买这个啊 你就点进去 如果同学有这个PayPal的账号 当然是有开户的话 当然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直接就可以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账号的话 在PayPal没有开户的话 你就用一般的信用卡也可以 那你假如说是 你没有在PayPal上面开户的话 你只要用一般的信用卡就可以 一般信用卡也是一样 跟你平常刷卡的使用方法一样 你要把你这个卡号填进去 有时候地址写错都还没有关系 写不太清楚也没关系 但是你的这个Email你要写对 Email跟这个你的名字啊 把它写对 然后将来的电脑就直接就存进去 你电脑就认识你 以后你就直接啊 把你的那个姓名啊 还有你的Email直接填进去 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好 我们再退回去啊 好 假如你已经买的话呢 就是说你那你登录的时候 你就把你这个姓名啊 你的Email把它填进去 然后登录就可以了 那其实只要登一次它 因为电脑会记住你嘛 所以说你以后就不用再 每次都要登录 它就直接进来了 好吧 我现在大概大致把这个 这个姓名跟这个账号 这个Email填一下 当然我现在是测试啊 所以说我写个test 当然你们以后填的时候 你们test 你们这样写当然进不去 好了 这边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我有C'段啊 都全部完完整整的全部在这里 我下面的影片的话 我还没有完整的附上去 那以后这影片我会陆续补充进来的 好吧 大致是这个样子